嗨,大家好,我是翔子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很久以前的鬼片 女子上洗手间,莫名其妙失去童真的故事 电影《挨鬼翘翔脚》 故事开始就是大卫的大喜之日 新娘也很漂亮,郎才女貌 参加婚礼的就有这么几个人 他们感觉大卫可能不是阳间人 趴在地上这么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双脚不沾地,抛上是大鸡 只要帽子摘下看见就知道大卫是什么鬼 这家伙没有任何犹豫,帽子一摘 他们两个趁机也就看到了 青头鬼,根据记载只要生前是童子身 去世之后就会变成青头鬼 青头鬼并不会害人 只要在7月14之前 寻找阳间纯洁之身的女子 得到童真方可轮回 大卫也很重视这个 如果大卫把不是纯洁之身的女子放倒了 那么大卫就别想投胎了 还会下18层地狱 大卫是鬼,他有分辨女人少女的办法 这种方法的确很好 看这个动作,不用我多说你们也明白了 大卫很高兴,终于被自己找到了 想提枪上任的时候 之前那两个家伙来了 他们知道大卫就是专找少女的青头鬼 鬼是怕黄酒的,他们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就对大卫动手 一动手大卫也就露线了 只能跑,那个目标是得不到了 大卫随便找了一个房子 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这间房子的主人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长发妹 男友就是会用一年控制车子的死气猴 不过在这里饰演的是阿伦 阿伦和长发妹也快要结婚了 两人已经恋爱七年了 阿伦一直想,先上车候补票 长发妹一直都没有让阿伦得逞 长发妹曾经发过誓 要在结婚的那天晚上 献出他最宝贵的东西 大卫都听着呢 就你这年龄还有童真,谁信 晚上阿伦睡客厅 长发妹和妹妹睡在一起 大卫感觉闲着也是没有事 试试看,要是真的岂不是更好 大卫的操作开始了 这仪式居然还真是 大卫不用继续找了 不过心里却想着 要是姐妹两个都是就好了 也试试妹妹 真是不是不知道仪式吓一跳 妹妹全是被盗而吃 姐姐是加在一起 而她差点来个姨子马,太猛了 大卫就暂时在楼上找个房子 打算把长发妹拿下 让青发变黑发 鬼差也过来找过大卫 大卫期限快到了 再找不到纯姨的女子现身 就要去地府了 还有最后几天时间 就到7月14了 大卫不可以对女子用鬼法 不然得到了也投不了胎 鬼差三天之后成功与佛 都会在大卫去地府报道 想让长发妹主动现身给自己 大卫肯定要想点办法 首先就是包装自己 车子衣服什么都也有了 在80年代就和现如今一样 有车子就能找到女朋友 不过大卫忘了 还没给长发妹开盐 长发妹是看不到她的 开盐对大卫来说很简单 这么一搞 只要长发妹用水 盐也就开了 大博妹也在用水 盐也开了 这是一个拜金女 看到好车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楼上的家伙这么有钱 就主动上前了 大卫一看 怎么是这个被处理过的 她来有什么用 有办法了 可是大卫不知道她这个造型 正适合大博妹的口味 大博妹差点没流口水 大卫知道大博妹在家 她很难对长发妹动手 先把大博妹解决再说 就在大博妹出去兜风了 经过一个妙的时候 正邪不两意 大卫就这么被干飞出去了 车子也就这么坏了 刚好给大卫一个理由 她让大博妹在这里看着 她去找人过来修理 大博妹也只能在这里看着 她的行为在别人眼中就是神经病 大卫回来之后 长发妹正在观看梅艳芳的演唱 大卫系上心头 以前的电视还是这种天线 直接就可以搞坏掉 想要修就必须经过大卫的家 才可以去阳台 大卫也就在家等着呢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妹的人 或者鬼 长发妹上去修天线的时候 大卫知道这就是自己英雄救美的时刻 下一步就是以身相许 他们也就这么认识了 一个好色的鬼 忽悠一个单纯的妹子 那就太简单了 长发妹被忽悠的就是一愣一愣的 警察之后找上了长发妹 她妹妹在马路中间 下指会交通 像神经病一样 让别人别碰到她男友的车子 已经被带回警局 现在需要长发妹去担保一下 大卫这时才想起自己的车子 有人保释大部分也就出来了 这时的大卫也就开始过来了 自称之前约大伯妹的 是他弟弟 自己是大卫 他们的事自己不管 就这么大卫把姐妹二人给带回去了 第二天晚上长发妹就打算请大卫吃个饭 谢谢昨晚他救了自己 顺便看看大卫弟弟 做好饭 大伯妹就上来叫他兄弟二人 给妹妹有两个人 只有一个鬼 大卫首先就是让大伯妹把内衣收进来 大伯妹收的时候就别想再出来 大卫就这么把大伯妹给困住了 自己可以上去了 阿隆也喝了家里的水 盐也就开了 也就看得到大卫了 大卫说大伯妹和弟弟在上面亲热呢 阿隆是一个普通人 怎么玩得过一个鬼 在女友面前老是被大卫给耍 被大卫耍的那是一愣一愣的 出紧了仇丢定了人 出仇本来就是阿隆的强项 这些都没有什么 阿隆也看出来了 这家伙就是想抢自己女友 大卫回来之后肯定要换发型 把大伯妹解决一下 大卫把大伯妹带到一个很刺激的地方 八角龙 全部都是女人在PK 哥哥都很猛 大卫这家伙就很坏 悄悄的给大伯妹报个名 说大伯妹想打 还是半死的那种 找个借口让大伯妹在这里等着她 自己去去就回 大伯妹的结局就是硬生生被推进八角龙 够打都不行 投降没有可能的事 一招直权出击 送大伯妹都秒 大伯妹还是完全的继续逃跑 八角龙的女人根本没有打算翻过大伯妹 招招都是要害 打了大伯妹引以为傲的地方 这次彻底激怒了大伯妹 大伯妹开始无情的反击 就那么几下 治好了她的失眠 女人疯狂起来 战斗历史直接飙升几个段位 大伯妹回来之后 就想找长发妹 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还有明天最后一天时间 自己必须去地府报道 阿伦在这里 他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 阿伦一向整整大伯 让他出手 就给大伯叫了一个小姐 他不知道他想整的是鬼 而不是人 大伯有点鬼法 就知道阿伯心里想的是什么了 这家伙想把自己打晕 然后给自己叫个小姐 再叫长发妹过来看看他的人品 想法是好 想实现我看是有点难 有想法就要行动 大伯早就有准备 阿伦的结局就是自己被打晕 鬼打后脑勺 接下来大伯让他干什么 他就会干什么 现实专送来了 人在里面 你自己看着办 花样多多加钱 大伯就打算下去叫长发妹 上来看好戏 这个时候大伯妹回来了 这家伙不但把八角龙 那个女的放倒了 还拿到金腰带和奖杯 这也太猛了 长发妹就是被爱情耽误的 职业拳击手 只是要找大伯弟弟报仇 一开门就看到姐夫在偷心 这可不行 要下去告诉姐姐 阿伦这个状态 给妹妹没有办法继续动下去 小姐挤下去把阿伦给打醒 大伯妹这边带着姐姐过来了 房间里的阿伦只能躲避 这要是被发现 自己下个礼拜和长发妹结婚 也就跑趟了 长发妹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阿伦 阿伦就这么逃过一劫 真的逃得掉吗 这边不管有没有工作 钱肯定是要照付的 大伯又开始坑阿伦 小姐直接过来找阿伦了 是给阿伦送东西的 阿伦这次是难逃一劫 刚有点着急 直接就给套头上了 我以前还真不知道 另一还有这个效果 不但可以辟邪 还可以看到鬼 大伯原来是鬼 反复试了几次 阿伦也就可以肯定 大伯的确是鬼 大伯也看到阿伦发现自己了 事情搞成这样 阿伦根本就解释不清楚 长发妹根本不会相信自己 居然敢整他 阿伦打算找人抓青头鬼 阿伦就找了一帮可以抓鬼的人 虽然说都不是什么高手 但对付一个小鬼应该是处处有余 阿伦要证明给长发妹看 阿伯是青头鬼 几人来到大伯房间就开始行动 法器带在那是一个齐拳 他们知道鬼怕什么 流黄粉什么的都用上了 要把大伯熏出来 很轻松的就找到大伯 他们都是早有准备 石灰匪一呸 大伯又无处可逃了 大伯是不可能束手就擒的 还在做无谓的挣扎 这些人和英叔的道行 是没有可比性的 不过对付大伯应该是处处有余 用的全是损招 都说童子教可以辟邪 难道他们都是吗 大伯很怕他们 老头的射程很强 我都没有这个实力 太任性了 大伯已经逃不出去 被困在老头的射程之内 这些人直接用吸尘器 就把大伯给抓住 拖出去 打算把大伯给晒死 大伯却锁在吸管之内 自活都不肯出去 阿伯怎么可能放过他 就开始吹 看看能不能吹出去 这家伙不但没吹出去 还给反弹了 直接进去了 跑到阿伯肚子里去了 阿伯就打算用酒烧死大伯 阿话不说就是一顿干 这酒量也是没水了 大伯在里面还真有点沉默 开始有反应了 老头也是阿话不说 直接动手给抓住 让你动 大伯这次是没有能力反抗了 让他们赶紧下去 叫长发妹上来看看 这些人有的是损招 打算给勾出来 这也太狠了 还真别说 真有效果 下去之后就找到了大伯 还给挂住 这次休想再逃 长发妹也都上来了 这不操作黑猛 一下就把大伯给勾出来 长发妹就开始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伯只想吃第一口 得到长发妹 他就可以去投胎 如果今晚再得不到纯洁之身 大伯就永远不可以投胎 大伯妹还想着大伯弟弟呢 他们两个就是一个人 来回切换和姐妹两人周旋 大伯还想长发妹成全他呢 这该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大伯妹愿意 大伯却不肯 只要大伯妹碰他 他就会下18层地狱的 大伯就这么跑了 说去找别人帮忙 他们知道大伯 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肯定还会再来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入洞房 阿伦等着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 今晚终于可以 先上车候补票了 这些人要监视着 怕大伯过来捣乱 这样洞房应该是千古第一人 不知道能不能列入世界纪录大权 苏战苏绝 不然他们竟然也受不了 大伯怎么可能会让阿伦 破坏自己的投胎机会 悄悄的变成蜘蛛就进来了 想洞房那是不可能的 要洞也是自己先来才行 直接就把阿伦给扔出去 长发妹应该是他的 这是他投胎的唯一机会 众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床上难道有什么东西 就开始找 长发妹只是拿起备单一看 大伯居然在备单上躲着呢 上来就想要 被鬼给带个溜帽子 阿伦也就是千古第一人了 大伯挺狡猾的 不过这次 不是那么容易逃走的 这些人直接上前就把大伯按住 跑都跑不掉 拖出去烧掉 汽油一泼 谁也救不了大伯 就那么大伯被点染了 所有人都感觉大伯就这么挂了 其实不然 大伯并没有挂 而是躲到了下水道 大伯还看到鬼态已经过来找他 今天是大伯的最后骑鞋 想跑哪是那么容易的 大伯顺着下水道从马桶出来了 接下来怎么办 有可能是永远都脱掉胎了 阿伦和长发妹这帮人是皆大欢喜 这回没有鬼会打扰他们入洞房了 没人打扰 长发妹也就不着急了 想上个洗手间 这刚好 被坐在马桶上的大伯听到 大伯知道自己这是机会来了 长发妹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直接坐了上去 他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 马桶怪怪的 长发妹还很喜欢这种感觉 可是起来再一看 肿圆一点红 长发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 这感觉马桶有点奇怪 可是阿伦感觉这是苗头不对 自己被鬼戴了帽子 这绝对是千古第一人 大卫出来之后很高兴 青发终于变黑发了 自己可以投胎了 这时鬼戴也追上来了 可是大卫已经不是青头鬼 头发已经变成黑色 而且他还没有硬来 一切都是别人主动的 鬼戴就感觉这是气味有点不对 说了一句老弟你要倒霉了 鬼戴就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 阿伦洞房发现了不对 直到大卫领先自己一步 大卫也就被他们擒住 太过分了 长发妹也是千古第一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有时打扮你的不一定是人 不管什么事 一定要先下手为弃 本故事纯属虚构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里是想到了电影 我是想到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点赞